那么今天李婷婷还有心愿 你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爱情超市 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来 请 来 我们来听听 五位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来助力你这个心愿 那我想首先呢 我们营老文化 推送关于你们的信息 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 希望我们能够尽一下绵薄之力 除此之外呢 对你们的这个超市 送上一千元的物资 然后希望能够给更多的需要的人士 送去我们一点点温暖 祝每一个好人都能平安 谢谢 你本身经历就这么坦可 可是反而用你的爱心 去帮助更多的人特别难得 所以说我也想代表 六人游定制旅行 去赠送一千元的现金 希望能这点绵薄之力 会让你的超市办得越来越好 谢谢 小小的身材 给你藏着特别大的能量 就是可以影响 你已经有那么多的效果 帮助已经帮助到那么多的人了 其实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脆生生薯条呢 我愿意给你的爱心超市 贡献出十箱脆生生薯条 希望也能够让他们尝到我们的产品 帮助到他们 谢谢你 刚才我在想啊 之所以那么多小伙伴愿意跟着你 一起把这个爱心事业盖下去 就是因为你自己有牺牲精神 大家才会跟着你 我们美尔木医院呢 作为一个眼科医院呢 其实我们也经常做公益 但是我愿意资助一千元 给你助力好不好 好 祝福你 谢谢 谢谢 我们宴咖啡也愿意 助力一千元给你的爱心超市 但在这里我也同样想跟你说 就是希望你除了关爱那些 需要这个帮助的 这个爱心超市的这些受众以外 也更多的把你的关爱 给到你的父母 他们年纪真的很大了 是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他们 对 谢谢 谢谢 把这些温度传染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变得温暖起来 这点是最难人配合 好 谢谢你 行 谢谢你 再见 李婷婷这一家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但是依然坚持在公益的路上 希望爱撒人间公益团队 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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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